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7月22号 江青在接见河南郑州二七造反派的代表的时候 二七对河南算是一个由历史演化来的一个标志型的事件 二七大罢工 金汉铁路大罢工 铁路工程大罢工 到郑州去一个最明显一个地标 最重要的地标就是二七纪念塔 双塔 这个双塔后来就成了造反派争相占据的这个制高地 架着枪 架着小钢炮都在争取占领这个二七纪念塔 我说这个不是危言耸听 咱们从头说起 在五十五年前的是一就是一九六七年啊 红旗杂志 人民日报往往重大事件 中央的周要精神啊 往往是通过如上刊物传达的啊 当时六七年的这个元旦献词 每年不是都元旦舍论或者元旦献词吧 元旦献词的名字就叫做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这是六七年啊 六六年正式开始了这个 发起了这个文化大革命 这应该说是一年了啊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这篇词论里边的一个重要思想 就是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一年 这是这篇词论的一个主旨啊 接着在几个月以后 也就是七月二十二号 也就五十五年前的今天啊 江青在接见二七造反代表的时候 呃 就提到了就是可能底下有反应啊 呃 出现了一些群众斗争中啊 这些斗争中出现了一些武斗的 武力相向的一种现象啊 当时江青就对他们做了一个 以后被称之为他们作为一个定海法针的一个重要指示 就是温攻武畏 而且当时那个原话啊 那个原我曾经看到过这方面资料 呃 是那个整个谈话的这个过程啊 今天因为是回忆 我也没有太去找也不太好找啊 那是偶然看到的啊 通过各种渠道偶然看到的 当时就说了你们傻呀 呃 大概就那意思啊 老百姓的话就是你们傻呀 你们可以拿起你 拿起武器来温攻武畏吗 这句话就是绝对是给这个 底下的这个文工武卫这个武股斗啊 送了一发炮弹 可是不得了 真的 之前呢 是没有这种现象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意识形态领域里的 是吧 应该是这样 怎么就发展到 呃 文工武卫 哎 这是江青就在这次和二级代表谈话中提到了这点啊 文工武卫 从此 武股斗级文化大革命 增加了另外一种色彩 就是武的斗 文的斗 双举 齐头并劲 文的不行就武的 当然了 我说这些啊 也是日后长大 然后当时我67年 我应该是14岁啊 刚刚流浪 从全国在西南地区流浪返回西岸啊 正在复合闹革命这个前后啊 那个阶段 应该说是对成人们中间的 尤其大学生里边发生的这些武斗呀 大辩论 哎 还有他们之间的派系 造反队呀 等等等等的 都是通通只是流于一个概念啊 觉得总觉得很热闹啊 包括自己身边 自己所住的这个家属院 机关单位 大学里都有这样的 是不是 都有这样的组织啊 派系不同的组织 争争吵吵啊 最常见的是 我们离这个西安合并门一站地啊 每到晚上都是就到合并门外那个十字路口 站满了人 交通已经停止啊 在那个微弱的那个探照灯照射下 那时候灯 城市灯光也很灰啊 照射下啊 但是底下的那个群情激昂 那个 那个精神头 辩论的精神头啊 却丝毫不见 若见 当时呢 东边是不远 是交大 南边是野院 矿院 等等一些大转营销 各派势力 各派力量都聚集在这儿 就某一个话题 进行政治辩论 所谓大辩论 大字报大辩论嘛 就这样开然的啊 但是呢 我注意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口号 就是 我们这一派就是真正捍卫战无不声的毛泽东思想的一派 誓死捍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这是他们辩论双方各自坚持的一个口号 总之一点 那时候我还是年龄比较小 所以我给自己今天这个话题啊 以前也谈到过啊 都是擦一个边 没有谈这个正面的 武斗呀 这些事情啊 都是我的眼睛所看到的 因为呢 我有一个武汉的一个作家大哥啊 就是胡发云 他写了一本书叫《隐匿者》吧 大概就这样啊 名字 我这就突然想起这本书 名字怕有错误 就是隐匿者 就藏匿者啊 就是文革文革以后啊 那些曾经亲手作恶的 那些所谓群众里边的涌现出来的一些 直接参与文化革命 参与武斗的这些人 怎么都不见了呢 胡大哥的这个作品呢 当时就是直抵这个要害 提出这么一个质疑 就假如这方面我们灵魂深处都不爆发革命的话 如何谈我们这个民族有发展的光辉前景呢 自身的缺点 自身的窗巴不去挽掉 是吧 毒窗不去挽掉 把它永远藏在心底 只是遗憾的是 直到今天 胡大哥这本书已经发表已经十多年 近二十年了 到今天为止 它瞒在你隐匿中 或者说藏匿中啊 大家看来就是要把这个背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 而这些人呢 街头残余的可能还有在跳广场舞的呀 还有这些人 更多的是 吹吹老矣 你让他们讲话都很难很难讲了 有气无力 就这样一代人就过去了 把一段历史也带走了 而留下的文字呢 什么呀 我们见不着 像我今天这胡侃能这么说这么两声啊 也说老实话 就像我今天这个标题讲的 我们这些孩子啊 当时只是孩子 14岁的孩子 只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个 就是说是大革命中的一个毛毛虫 默默无声的毛毛虫 我们只是蹬着两只大眼 再看着大人们在用这样和那样的革命手段 再进行一场史无前列的革命啊 这都是他们的预句啊 我们只是一个毛毛虫啊 所以我就想要直接说 非要直接说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武斗的话 我不是说了吗 我没有资格 但是呢 我们相邻 我们身边 零效 邻居 或者我的右小的眼睛看到的 我还尚存记忆啊 我现在就 伏笔潦草的把这些东西兜露出来啊 算是一个总结 之前胡喊里边也多少有提过啊 现在我再把这总在一起 你比如说我这个 因为丢了把家里买粮买粮买莓的本 货货 那叫购货本 现在大家都都很生疏了 买莓要有一个本 这个本 另外一个月的梅是六块钱 我把六块钱和购货本 我妈妈给我卷起来 我去买莓的时候 丢了 这就是家里边大事啊 而且他的亲众缓击 我是真正不知道 到底有多重要 我就想的是下个月 我们家就冰沟冷骚 炉子就点不着了 没有没了吗 觉得特别可怕 而且六块钱 在我们家来算是个大数 是吧 我当时就吓得就跑了六十多里路 跑到了蓝天县游坊街 到了我的舅舅家 我不是之前讲过吗 在那发生了一系列的小男孩 甚至在那么慌乱的年代里 甚至还发生了秦斗初开的一点小故事啊 只有我以前都讲过 大家有兴趣可以往前翻 再有一天 我逃过去以后 大概两个多月以后呢 因为没有手机 也没有什么 只有通讯的办法 然后呢 我舅舅在蓝天收到了我母亲的一封询问信 他猜我大概到了蓝天 那是我第一次步行到了蓝天六十多里地 后来我舅舅就把我送到了坝桥 大概二十多里送到坝桥以后 坝桥镇就开始有公交车 还算是半长途啊 可以抵达西岩城区啊 但是呢 我到了坝桥以后呢 我舅舅给我口袋塞了两块钱 我带点烧饼啊 就到了这个坝桥镇以后呢 发现这公交车 所有的公交车停在路边上 公交站上去 虽然有人等车 但是也没有显得焦躁 因为那车都 那个意思就是不开 这时候只见那个一阵呼啸 从那个红信啊什么 那边有很多 像二炮啊 都在那个那个坝桥那边啊 开过来一类一类的大卡车 上面站满了 就像阅兵式一样的 站满了那个头戴柳条编织的安全帽的工人 手里都拿着钢签 这个钢签什么钢签呢 就是水管 就自来水管 一头削得非常尖 拿那沙楼打出一个尖头来 拿着这个 就站在车上一个方针一个方针 一列车一列车 拉着向城里开去啊 击齿而去 随后人们这街头是交头街儿 说是 哎 西门外一股血腥味啊 大了几天了啊 具体的武斗 好多朋友进张现在 我的同龄老哥们见我面儿还有时候 还说说这事啊 但是我也记不住 那详细的过程啊 他们也说不清楚啊 哎 都是传说 真正知情的人哪去了呢 胡大哥说隐匿了嘛 藏匿了啊 所以我们就是把那点印象啊 结茬给留了下来 告诉给大家 那个西门城门楼上还有西安市的地标建筑 外地的朋友可能也经常看到一眼到西安 就是答应他和唐代的钟楼 哎 还有那个城华庙的那个西侧有一个当时的 当时的西安市锦备司令部 哎 像堡垒一样的那个水泥建筑门口啊 这几地方全架着小钢炮 对着天 也不知道往哪打 反正对着天 适合准备着呢 小钢炮都从部队里 反正后来看到是抢劫的啊 抢的 有的工厂里边有武装部啊 有一定的武器 一般都是步枪 啊 总之啊 对我们来说都非常神秘 好在大家都贫寒无事 所以我们也可以 否则我们那场景真的甚人啊 我们都吓坏了 所以我知道西安市的一直在有这种武斗的准备啊 所以我在坝桥镇看到这个车 都停在这儿 只有那武斗车往城里 一车车拉人 我们也 我也不敢再往城里去了 啊 再走那么二十多里路到城里 万一要碰着这个武斗怎么办呢 所以我又灰溜溜的又跑回了游房街 跑二十多里路 二十多里路回到了我舅舅家 这是那段时间的一个武斗的一个片段记忆啊 在这之前呢 也就是半年多左右的时候 我还不是全国流浪要饭 刚刚从就从八桥镇 从郑州把火车就转了一圈一年多以后回到了这个八桥镇 在八桥镇被人从火车上给赶了下来 从货车那个闷罐顶上跳了下来 然后落荒二逃 最后就是从这个八桥镇走回了西安市市区 所以我知道这点距离 那时候我当时坐在一个粪车后边 拉粪的那个马车 一个大桶 后边有一个眼儿 在城里拉的粪从那个眼里倒到田里 我就坐在后边那个粪车那个眼上 粪已经风干了嘛 回到了城里 所以这道路我知道 还有相当的距离 我是不敢走了 我就回到了我舅舅家 这是一个印象 还有一次比较令人恐怖的印象 那几天我在河滨门外 李家村那带住着 城里边有个建国路 就是省委所在地 当年的省委所在地 就是现在的作家协会 建国路71号 就是高贵子的官邸 西安市变发生地也在这个地方 就是陕西坐鞋这个位置 他的鞋对面有一个二十六中 二十六中呢 坐鞋和这个二十六中都在建国路这条街上 都和这个省委机关和省委直属家属院在一条街上 所以这地方就是静坐呀 我记得六六静坐呀 什么东西都发生在这条街上 可以说是当时的一个风口浪尖 政治的风口浪尖 当时那个工况企业有这个工联派和工总派 他们两家打 两家斗 武斗打死了人 我今天就刻意免去这个 是谁把谁打死了 被打死的这一派 被打死人的这一派 把所有的尸体就运到了二十六中操场上 然后摆在操场上 展览 竟然办了个死人展览 当时那几天呢 我们院的小孩 我们在里家村住着 都议论这事都想去看又不敢看 大人是严厉禁止我们去看 但是我们最终还是去了 去了我也没敢进去 胆大的后来给我描述当时那个情况 说已经展览了快一个星期了 臭的 人都捂着鼻子还要去参观 大概是进行阶级斗争教育吧 哎 然后 反正是 非常恶心啊 那个气味铺天啊 也没有热口 卫生消毒硕士 我那天去的时候赶了个尾声 即将收摊 结束展览 所以我去的时候已经即将结束 在这时候呢 我看到了那个二流入门前啊 人山人海 什么人呢 全穿的是这个藏族啊 同胞的这个衣服 全是藏民 哎 我觉得今儿怎么这么多藏民 难道他们像现在这个旅游啊 现在到时候可以看到藏民啊 可以理解 那时候我就觉得是哪来这么多藏民呢啊 哎 后来我就发现这些藏民就一无疯的向这个建国路的北口走去 再往前走那么四五百米吧 就到了西安市的中西东大街 到了 我们当然看热闹的嘛 这个死人这儿不让进了 我们就跟着他们 摇摇合合的到了这个东大街 到东大街以后呢 他们再酝酿了以后 不知道酝酿什么呢 然后待会就列队 就是藏民啊 全穿的藏袍 东大街从那个总宽啊 我记 我估计下大概应该在三十到四十米 这个宽度 他们这个藏 藏民啊 穿着藏服的藏民啊 就把这条街站 横着站了两排 一排两排 然后手拳搭着肩 一个搭着一个的肩 这样站住一排 整个把这个东大街就堵年了啊 堵年是以后呢 分两排 然后就开始跳 有的时候叫锅庄 还是怎么用藏作舞蹈 我不知道 反正是那个印象特色呢 就是穿着皮靴 穿着那个鞋搭链的那个那个那个藏袍 彩色的藏袍 就开始这个跳舞 这个舞啊 跳的 我觉得藏民 少数民都还是厉害啊 他们这个舞蹈好像是天生的 非常统一 这样一路跳下 嘴里还唱着 还嗨嗨的喊着 喊着耗子 就这样一刻不停的 也年轻 都是年轻人 都是男人 这样一直从那个建国落口 一直 一直跳到了钟楼 我当时没跟到钟楼 我都走累了 他大概走到端里门 一半的路程的时候 哎 我就退下来了 我跟着一直看 那时候舞蹈啊 确实令人振奋啊 一路这样跳着 哇 那个沉土飞扬啊 穿着那个皮靴子 把土 街上那个土全弹了起来啊 空中飞舞 汉民们就跟着英国风的在看 人山人海大街上啊 只让出中间的一个方阵 他们在跳 为什么跳呢 他们就是这个展览死人的这一派啊 就是支持展览死人这一派 我不说他公总司还是公联啊 真的 我也说不清 他就代表这一派 所以他们代表这一派 就是说是我们的人牺牲了 唯有牺牲都壮志啊 敢叫日夜换星天 这是他们常喊的口号 所以他们就为自己这牺牲的这个 也叫战友吧 为这牺牲的战友 鼓耳呼啊 就站在马路边这样跳舞 一直跳到钟楼 还唱着歌呢 所谓的用这种气势来震慑对方吧 就这意思 大概这意思啊 哎呀 这次 我的心情非常复杂 14岁的年龄 看着这个啊 刚刚是因为死人而舞蹈 哎 因为牺牲 而用这种方式来激励斗士 这就是那个年代的荒诞的心境啊 武斗的事儿 在我文革中啊 还有一件印象最深的 就是我不是在西北利保学成立了一个战斗队吗 那个年代像我们这算是红小鬼了啊 12岁 成立了一个阴机长空战斗队 在毛泽东的那个语录本里边那个 阴机长空 语想前邸啊 就那时候我在里边找了那么一个傲口的阴机长空 成立了一个战斗队 我们成立战斗队实际上就是大家聚在一起 要现在的话就吃吃喝喝了 那时候也没钱 就是大家聚一块 瞎砍 聊天 哎 然后呢 为了 因为已经是舞斗开始了嘛 所以我们那个也得防备有外敌侵犯了 所以我呢 那个 我们占据了学校的卫生所 然后那个窗 那个碳石窗上啊 全部泼上盐水和墨汁说墨汁含盐嘛 上面用气包线 把气刮掉 用图丁布上那个电网 哎 然后每天给上面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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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水 然后同时在后边啊 屋内啊 给他通上电 225电 就绑在那个图丁上 然后呢 进了屋子 不大一间屋子 用无数个大衣柜把它布成那个迷宫啊 就是说假如有人入侵的话 他也得要爬上爬下 在七里拐弯 在迷宫里找我们 而我们已经窜上了那个天窗 有个天窗 有个天窗 然后我们可以爬出去 落荒而逃 哎 退路 进路 我们都准备了 哎 就那样准备十个准备来提进犯啊 哎 那时候到没有人来进犯我们 倒是我们对面发生了惊天大案 对对面是什么呢 我们学校对面 小学对面是37中 37中 后来我在一个叫周晴的这个朋友 哎 纪录片导演 哎 他这个 拍了一部片子 说不清楚啊 哎 这个他拍了一部独立电影 叫说不清楚 里边专门谈到了这个37中发生的那些 哎 打死教师王冷的事件啊 嗯 王冷当时就是在学校里边 就是 据后来我看到一些资料记载 他是应该是文化革命第一个被打死的人民教士 王冷在当时被打死之前啊 我是在这个电影里 哎 周晴的这个电影里看到那些调查啊 甚至把他放在那个墨汁缸里边浸泡呀 浸泡 那墨汁缸的黑不说啊 那么那个白白进进的一个女 是个女老师啊 啊 近在那个这是欺负人嘛 哎 后来巧的是我哥哥啊 我哥哥当时47年的 他曾经就是在这个37中上上中学 嗯 但是呢 他已经在64年 就文革开始前的两年 他已经离开这儿了 到了华音市建设兵团 兰州军区建设兵团 他到了那儿做了一个农工 所以他对后来两年以后发生在这个学校里边的王冷被打死这个事件 他不知道 但是呢 王冷是他的版主任 哎 这个他非常清楚 所以我这次把周晴这个电影让我哥看了一下 他一看他说太熟悉了 就是他 就是他 王冷老师啊 哎 应该说是比较漂亮的 哎 也甚至说是可以说是穿戴打扮比较时髦的一个女老师啊 哎 他 我问我哥你 虽然你没听过这个事儿 但是您知道他为什么被打死了 为什么单打死他呢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校长啊 哎 男校长 我哥说是这个老师就特别厉害 王冷就是对学生啊 就是老是板着脸 哎 咱们学校里好像老有这样的人 就像那个护校山庄里边的那个那个管家样子的时候 哎 就是那个那个管家长得硬钩鼻子 但是比较邪恶 那个内心那个心态啊 我们琢磨不透 哎 王冷老师似乎就是这样的人 独善其身 为什么呢 就我哥哥回忆啊 他每次来上课的时候啊 做过我哥哥的班主任 上课之前站在窗外啊 站在门口外啊 教室门外 得抽烟 他抽烟抽特别凶 他一直一直抽啊 有时候已经上课连人打了 同学们都做齐了 他那只烟煤抽完的话 他要坚持抽完 然后这么一扔才走进来讲课 我说那这老师怎么样吧 他说对学生都怕他 那对学生也非常严厉 批评人啊干什么 但是呢 我知道 我说是不是教学质量特别高 他说是啊 往往这样的人在学校里 就是一身奇才啊 教育专业水平非常高 为人处事啊 缺乏点圆滑 这种人其实挺多的 所以这样一想的话 大家从文革中过来的人都知道 文革中很多被打死的人 往往不是出自于他的革命立场如何 是叛徒还是怎么 往往属于这个和平年代 我指的是文革开始之前 人缘不好 哎 像这个王朗老师 管束太严 对学生啊 学生这种文革中 没有没有斗争方向 就把这个作为斗争方向 就打死他 就打他 就打他 所以打的最后成了一种虐待 以打死他 以如何打他啊 打得蹊跷 古怪 方是古怪 而为乐子 最终导致这个王朗老师 成了文革中第一个牺牲的人民教师 这事已经过去很多年了 我们时不时的提到这个老师 他的女儿还在 周琴的这部电影呢 说不清楚 这个电影的名字叫这样 大家有能力的话 如果能搜寻到可以看一看啊 这是我看到的记录文革 包括胡歌的那个隐医者 记录文革那个当时的情况的最真实的作品 另外呢 大家可能有的人知道 我曾经在 我母亲因为害怕我这个年龄 当时比较在家里最不安定的啊 这个年龄当时14岁嘛 已经逃了一次 已经到了流浪的 全国流浪的这么一场回来 家里人害怕我 后来母亲就带着我 在武斗最凶的时候 去到了这个甘肃民县 因为她当时参加革命是从这个甘肃省民县 龙溪一带啊 从那儿逃出来的 把我带到那儿去的 这样来 带那儿干嘛呢 躲避武斗啊 怕我在街上惹事啊 其实我能惹什么事呢 是不是 我就是不是偷纸嘛 在川连学生接待战里 骗人那个白纸 印传单 冒充红卫兵 印传单 那纸都是免费的 国库里拿出打币的银子 然后提供 串联学生 印传单啊 干什么 免费吃饭 还一人发劲大衣 全国流窜 就是大串联嘛 那就是 我就干这事啊 我能怎么样 能惹什么祸吗 但是我母亲执意把我要带到你明县去啊 我们就到了明县 在明县度过了一段时光啊 躲过了那个风头以后呢 我们就打算回西安的时候 在龙溪车站 先是坐长途 到龙溪车站 在龙溪车站准备等待火车啊 当时我们就买了票了 坐上了火车 那是一个那时候的绿皮火车 非常慢了 您坐上火车准备出发了 这时候呢 突然后边来了一大队 这个大概有那五六百人啊 就是打着红旗 全是造反派 年龄当然都比我们大 我们一车的这个普通百姓嘛 哎 男女老幼都有普通百姓 哪敌得过他们呢 他们把我们往下赶 喊着口号 好像我们就是接近敌人似的 把我们全部赶下车 我们后来 我听母亲说啊 他们打听到的时候 这些人是兰州来的 他们一站一站截车 要到北京向毛主席告状 哎 所以就把我们一车人赶下来 他们把这辆车占领了 车走了 我们把我们的老百姓全扔在那个站台上 天还冷 晚上那就在山区 还挺冷的 哎 就这样 我们又耽搁了 大门 天天由命吧 哎 又没有一个 我们又不是一个组织 有人去商榷 就等了那么一天两天 哎 最后才安排了一辆车 临时安排一辆车吧 我们就是一站一站的慢车 哎 拉回了西安 当然一路都有下的 我们俩 我和我母亲这样拉回了西安 啊 这啊 就是文革中啊 当时给我留下的最直接的印象 至于我自己参与啊 由文革演化出来的那种打砸抢 后来不是就发生打砸抢吗 任何时候 不管什么革命 他都伴随着发财的这个路子啊 这个路数啊 哎 有相当部分后来发现趁乱劫财嘛 所以我那时候 我们就是第一是偷书 我不是还偷那个贝多芬的那个田园交响乐 从那开始我的音乐启蒙的路子 没书读 没音乐听 就听这个啊 哎 所以后来这个一直文革中 我就一直在撑着唱着 包括修铁路的时候 我都是田园 我能从都到尾把这部交响乐 贝多芬交响乐 从都到尾能背下来 直到1970年 好像是美国爱乐 爱乐乐团到人民大会 被 哦 72年吧 就是中美关系缓和以后 美国爱乐乐团到了中国 在人民大会堂演奏了一曲 闲聊不二卡 当时把我兴奋的 当时这个 然后叽叽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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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 哇 当时这个 然后叽叽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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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说一般人在闲聊 这我们当时对音乐理解是这样诠释的 是不是一方妇女坐那闲聊 就是闲聊波尔卡 当初这个就这么一个小品 轰动全国 人人都在哼唱这歌 还有那个野风飞舞等等 就这几个小品 打开了中国的对外的 那时候还没有彻底打开 还没改革开放 只是中美关系缓和 受邀到中国来 那时候有乒乓外交 这个音乐外交 到那时候我才知道 世界上音乐还有这么丰富的内容 而我只会一个田园 唱了甚至从头到尾都背了下来了 但是我连乐历都不懂 这就是那个时代 文革武奏给我们带来的这种 仅存的记忆吧 后来我不是还谈到 我砸了政法大学的一个老师 就在办公室 到了多少年以后呢 我重新 我年岁很大了 重新和一个朋友 叫成功果 偶然相遇 然后成了他的重视听众 他在讲课 在知无知 后来才竟然发现 他我当年砸的办公室 仗是他那个办公室 当然他那时候还没出生 他是七四年出生 我是六七年砸了他那办公室 后来他出生 又上了多少年学 后来又二十多年的师资 就在这个政法大学 就在那个办公室 哎呀这个历史这历史的这种巧合啊 就这么 或可说是奇妙吧 是吧 哎大家有空可以看过 以前关于这个呼喊里边关于文革中的 尤其五斗范围描写啊 这些东西都详细有描述 我今天只是做一个 作为七二二这样一个重要的日子啊 我觉得我们不能 哎忘记这个日子 所以特别把我 哎由于那一段邪恶的指示 文公武畏 哎掀起二掀起的全国全面武斗啊 拉出来 我作为一个武斗大革命中的小猫猫虫 哎 奉献这么一点 小小的回忆 谢谢大家